蟹餅到底要怎麼來 把食材處理一下 來,今天介紹的是 老海灣蟹肉餅 這個來自於美國東北部 對,他們最喜歡吃的 尤其是在巴爾迪姆 我們先準備 其實在美國的時候 他們只用這個蟹肉 單純只有蟹肉 那我今天我又加了一種 這種是... 假的 不是假的 它也是蟹肉 但是是調味過的 是蟹肉棒的一種 是,我還以為是假的 然後蝦仁,小蝦仁 然後我們這個都稍微把它剁一下 所以坊間有假的有蒸的 但是這個是蒸的對不對 只是它給它做調味 對,就是調味蟹肉棒 我們稍微把它切一下 調味過的跟原本的這個 從海裡面撈起來的 不太一樣 我們取一個盆子 來,取一個盆子 放到盆子裡面去 那蝦仁也稍微剁一下 這個蝦仁不用拍 不用拍 你直接剁就好 直接剁 稍微剁一下 來,稍微剁一下 還有顆粒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蟹腿肉 蟹腿肉 蟹腿肉它含很多水分 要水分稍微提出來一下 稍微切一下就好了 稍微剁一下 稍微剁一下 好 好 那我們今天準備了什麼 這個呢 麵包粉 來 再來我們的洋蔥 一樣切很小的丁喔 對,洋蔥 好 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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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蘿蔔 來 紅蘿蔔 紅蘿蔔 好 可以 謝謝 來,再來就雞蛋 這個粉不用嗎 玉米粉 玉米粉 玉米粉等一下 好 雞蛋,一顆 一個雞蛋 好 來 玉米粉 玉米粉 好 再來 美乃滋 美乃滋 好 這個 芥末 對 來 黑胡椒 黑胡椒 海鹽 海鹽 好,來 好 我現在有覺得 我們再加一點點白胡椒好嗎 因為我喜歡白胡椒的味道 我覺得再加一點點白胡椒應該也不錯 好 謝謝 紅蘿蔔會變漂亮要多吃 對 還有老師買的這個紅蘿呢 一般坊間 它紅蘿它會有帶殼跟不帶殼 對 請大家要買帶殼的 我覺得帶殼的那個營養更豐富 就像糙米一樣 對… 而且煮起來也比較好煮 這個… 不帶殼的煮起來很黏 在我們的香檀當中 我就知道呢 廚娘你對於這個養生方面 真的很有研究 好 我們這個蟹肉餅呢 老師呢 要不要甩啊 不用… 都不用甩 對… 取一個鍋子 平底鍋 然後擺些油 擺些油下去 那這個呢 剛剛交代過 不要做太大顆 好 就做小小顆 因為我說做太大顆 我一口就吃掉了 我們要做小而多 小而美 而不是大而少 那我就做像滿福寶這樣小小的 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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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好不好 我覺得其實還是大 好啦 就這樣子啦 就這樣子 就這樣 還真的加了一顆蛋 它就有黏性了 蛋對 蛋裡面都是水分 如果你加太多的話 它就太水了 它就沒有黏稠度 其實這個 它可以用烤 用烤的也可以 也可以 對 也可以當作像漢堡一樣 對 漢堡肉 我今天是用煎的 煎的 如果你在家裡 懶得煎的話 你會用烤的也可以 那大概200度 200度 20分鐘 20分鐘 好 好 在我們交談當中呢 我今天先把一塊蟹肉餅丟下去 我試試看它的溫度 這一樣是小火慢慢煎就好 小火慢慢煎就好 好 這個也是小火撇步 因為我們放在盤子上 除非你剛剛盤子上面有抹一層油 但基本上來講 我們不會做這麼多的工序 我們擺上去有時候拿起來的時候 第一顆跟最後一顆 第一顆一定最難拿 所以老師就會用鏟子把它鏟起來 讓它的形狀不要跑掉 好 好 沾了油的鍋鏟再去拿的時候更容易了 對 很容易 這個等一下再煎 我都會忍不住 老師這怎麼可以等一下再煎呢 這就是媽媽 一定要把它喬到那個位置 把它喬出來 一定可以煎得下去 OK 你知道媽媽為什麼會這樣子嗎 她覺得說我等一下第二鍋 我還要浪費這個瓦斯 瓦斯 真的是 所以你稍微瞧一下位置 不就進去了嗎 有沒有看這個 它裡面上面的顏色很漂亮 略帶有點黃色 就是剛剛那個芥末醬它的顏色 那如果說像我是不喜歡吃芥末 我跟芥末是不講話的 那我可不可以在我們的裡面 加一點薑黃的粉 薑黃也可以 整個就變成咖哩口味了啦 芥末紙呢 芥末紙這樣你敢吃嗎 我也不敢吃 那是 只要它叫做芥末 我都不跟它說話就對了 那芥末呢 也不吃 三葵呢 也不吃 三葵跟芥末有一樣嗎 我覺得是一樣的東西啊 就像很多人說我以前在華航的時候呢 很可愛啊 那些旅客說 有一個太太啦 年紀比較大了 她說 小姐我芥末來第三次 我看她好像不是很高興啊 我說啊 為什麼芥末你來第三次 然後來一次應該就差不多 她說因為第一次團呢 招的是叫做芥末 要去芥末 第二次說了要去沖繩啦 她就想沖繩不一樣的地方 她就去 第三次說去 要去沖縫嗎 好啊 所以她琉球去了三次 這是真的 這不是笑話喔 好 所以剛剛老師在那邊什麼 三葵、芥末啊什麼 其實很多都是一樣的東西 結果什麼跟什麼是一樣的東西啊 其實三葵 三葵就是我們一般 就是日本料理在吃 對嘛 就是在磨的那個芥末嘛 對 那真正的芥末呢 就是黃芥末 MASTER那個黃芥末 那個是芥末 好 這要把握握 你看這都已經 這幾塊了 兩支手在用很專業喔 好啦 這要調位置啊 你看你 你是大廚嗎 我大廚了耶 因為這鍋子有點不平均 你看 你在國是不是你不會這個就好 我的街頭不會煎平 對 我覺得這個有點蓬蓬的 這個就差不多好 這已經好了 可以拿起來了 我先拿起來 好啊 來 給我一個墊子 謝謝 要吸油對不對 對 好香喔 因為老師加了很多白胡椒粉 其實我覺得白胡椒粉 是一種天然的調味料 我不會認為它有辣 你如果調味得意的話 它並不會辣 老師你說一個這個蟹肉餅 在巴爾地摩要賣多少錢 我記得學生跟我講說是十幾塊吧 美金 嗯 是美金喔 好吃到說不出話來 哇 非常感謝你這麼好的捧場 因為我覺得蝦跟蟹肉喔 蝦冰蟹肉 嗯 本來就是很好吃嘛 像百花醬裡面都有這兩樣 不是嗎 對 然後再加上老師加了洋蔥 跟西洋芹 還有紅蘿蔔 我覺得那個口感上面 都很有層次喔 所以吃起來呢 你不會覺得很膩 很多人做這種海鮮煎餅 它都會加豬油 可是老師都沒有加對不對 因為老師那 我知道你非常怕油 我什麼油都不敢放 老師你不要這樣子說啦 這樣子人家那個油的廠商 就不敢找我代言了 找我就好 找你就好 OK 好 這就是今天老師帶來的 這個一人料理喔 吃這個料理你絕對不會覺得孤單 因為實在是太享受 你也可以邀請你的朋友來 因為這個蟹肉餅呢 不做不知道 做了你就知道喔 真的超級好吃的 好 我們這個文森老師 帶來的一人料理呢 希望呢 朋友們會喜歡 不敢說大家了 因為既然是一人料理 是 不要一個人吃飯吃得可憐兮兮的 對不對 OK 看了我們的節目 自己再做一個料理 你會發現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對 好 我們謝謝文森老師 謝謝觀眾朋友 我們下次見囉 再見 拜拜